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我是瑪莉 嗨,我是歐馬克,你的開頭不是要青春永遠不會老? 來吧,我們來回一些新的信,希望青春真的不會老 我們繼續青春點點,我在剛剛主持完一個活動 在活動的現場也遇到了一些,有人說我有聽過你 有人說聽的是馬克信箱,有人說聽的是馬克說書 也有人說聽的是青春點點,就是感恩感恩 我收到一個最獵奇的,他說我是在看到你的演出 然後我說演出?我在哪裡有演出? 大獨裁者的 不是,你很愛提這個,你很愛提這個東西 那個很光榮欸 我即將要 瘦 authoritarian Sound 還是他在雞排英雄那一幕看過你? 還是大道成,到底是哪一個? 怪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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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前面聽過你的聲音 哇 这个能够get到很少啊 他说的是 我在那个Tuff Boba上面看过你啊 Tuff Boba是什么 百灵果在2022年做的一个 一系列的讽刺剧 哇我真的是 第一个人这样跟我讲的 吓到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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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未来呢 还有更多机会可以让大家看到 今天第一个呢 就是我之前说在 去年 今年 已经忘了 主持尾牙的时候 亲爱的酱母玛丽 想不到能在公司尾牙遇见你 祝你2023新年快乐 然后他就是奉上 他刚刚抽到的奖金的 百分之一 不知道多少 送给我 谢谢Nita and Jim 那钱呢 叫我包包 好的 老王乐队即将要推出新歌啦 他说很喜欢我们的节目 在作品推出的时候呢 送了一些小心翼 希望会喜欢啊 给我一瓶酒 再给我一只烟 说走就走 哇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贿赂嘛 没有啦 有时候在访问的时候 或是有些人发片的时候 都会送礼物 然后有时候是吃的 有时候是 像老王他们选的是 茶 跟洗手的吗 洗手的精油之类的 都非常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还这么费心 尤其在这个年代 可能大家都已经不太 不知道 我觉得愿意做这个小细节 小事情的人 真的是很感动的 我这边还收到一个礼盒 是包大山 哦 那这个礼盒呢 我一打开的时候有吓到 因为包大山有问我们说 要不要他创作的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先问说 我的东西马克也不知道 你会不会用 那我传讯息给你 其实是要问Catia要什么的 然后我就给他说 Catia想要这个笔记本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可是没有想到 今天一打开以后发现 不是笔记本啊 对啊 包大山为什么要寄礼盒给我们啊 就是包大山你要 请我们吃喜酒了吗 不可能吧 他说是因为 我有礼盒设计的案子 所以这个礼盒呢 是他设计的 那非常非常的可爱 所以忍不住要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们无时无刻的声音陪伴 祝心里很快乐 这个礼盒呢 大家可以买得到 是十个月的礼盒 那个礼盒真的是超级Q 超级可爱 Q到炸力 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是装什么 可是看到那个包装就融化了 马克玛丽 我今天想用马克信箱的 时空胶囊来记录一下 我这两个月的心情 五月初我生理期晚到 过两天 验验棒上面我看到了两条线 再去医院检查 看到了一个小点点 隔了几个礼拜的回诊 是一个小小人 有着心跳的小闪光 再隔一个月的回诊 小小人没有再长大了 小小人不动了 也看不到心跳的小闪光了 知道陪他没有再长大 医生帮我们的情绪在当下崩溃 用很和缓 很平静的语气给我们解释 其实在三个月内 自然淘汰的几率 然后讲解后续的处理方式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又这趟周数不算大 医生建议可以用药物的方式来进行流产 RU486是管制药品 所以批完架之后 我们必须再回诊监 告知护理师 再由护理师帮我们取药 然后医生会说明吃药之后的状况 然后第二剂的子宫 收缩的药 什么时候服用 然后状况等等的 在知道小孩没有心跳后 心情虽然很难过 但当下是没有太大的反应 在医生面前吃下RU486时 我还跟医护人员开玩笑的说 诶 大家看我吃 我很紧张诶 当时一旁的实习医生 还稍稍笑了一下 情绪真正崩溃时 是在车子离开停车场的那一刹那 不知为何 原来就流下来了 医院离开回家后 几乎都窝在床上 睡醒哭 哭了又睡 吃药后的24个小时左右 开始有出血的现象 初期血量不多 再过6个小时开始大量出血 量大到卫生棉 像是整个泡在水里 在拿出来的感觉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大量出血 所以上厕所的时候 都会在马桶上坐一阵子 有的时候想要起身 就会觉得 又血块掉下来了 又坐回马桶上 有一两次出血的感觉 像是拉肚子 只是排出来的地方 是我的阴道 排出来的东西是经血 血块 还有组织 这个状况就折腾了一个凌晨 一直到隔天的早上 隔天又要吃子宫收缩的药 第二季的不适感没那么大 不知是不是因为吃完 觉得太累了就睡一下 还是因为家人的陪伴 让我转移注意力 所以没有感受到不舒服 再来就是一周后的回诊 看子宫内的胚胎 有没有排干净 如果没有排干净 可能就要做手术 现在我只希望 药流的过程能够顺利结束 虽然医生有解释 在12周以前的流产 大多都是因为基因有缺陷的自然淘汰 身旁的人会安慰说 不是你的问题造成的 但我想没有一个妈妈 是不会怀疑自己的 是不是那段时间 我做了什么 我吃了什么 我身体有什么讯息 但我却轻忽了吗 我没有照顾好吗 明天就要回医院检查了 这周的心情还有生活真的很难熬 从医院回来之后 妈妈手册是直接放到抽屉 不敢再拿出来 最后一张的超音波照片 也是放在原位不敢动 居家上班时偶尔会发呆 看着窗外的天空 不过日子还是要往前走 未来也不知道什么状况 妈妈手册跟超音波照片 都是这个小孩来过的证明 就放在抽屉的最深处吧 希望周五检查前 可以把信寄出 用书写的方式来做记录 也做个结束 再见了我的宝贝 未来就算大家忘记你 但你永远在我的心里 虽然想起你可能还是会掉泪 但我不会像之前那样大哭了 在睡前 一个人在放空的时候 也会摸着肚子 轻轻拍起一下 然后说 我好想你 但是我会照顾自己 想要给一起相处 十一周又四天的麻花卷 麻花卷啊 你会叫麻花卷 不是因为有你之后 我特别想吃的食物哦 而是因为 我们是在小琉球有你的 因为疫情 我们没有去其他地方旅行 我们曾经一起做很多的事 但最期待的 就是跟你手牵手去散步 麻花卷 你是我的小福星 因为有你 有些事情变得更勇敢的去决定 一些平常的生活小事 也变得不一样了 你会记得 曾经来到我身边 那短短的十一周又四天吗 你是回去拿玩具了吗 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忘记带吗 麻花卷 你还会回来我的身边吗 来自于Erica 付上一百元 麻性的神秘宇宙力量发工了 不可能下一个是麻花卷吧 哦 麻花卷 不是 刚好也叫麻花卷的人 是 Dokage 他去了 小琉球写的明信片 我是上次写信被念出来 还成为 标题哦 21W30的 Dokage 我毕业了 脱离了研究生身份之后呢 我本来以为 跟实验室的伙伴会直接断联 结果没有哦 还一起出门 玩了好几次 这次呢 是我们去年因故 没办法玩的小琉球 我们就了八个人一起 现在呢 他们七个人去浮潜 可是因为我不想下海 我就在海边写明信片 我觉得跟他们一起 很开心 不会勉强我做我不喜欢的事 也不会忘记下一次 还会问我的意愿 说不定哪次就会答应 总之啊 认识他们 我觉得很幸运 祝所有听众们 都好 星期一马性加开的最后一封信 Dear Marcy 你们好 我又来了 我是辅大医职女 医生的医 职接的职 医职 分手一个月了 我还是很想她 上次写信 我说想复合 还附了自认理性的理由 但感觉越来越不可能 中间我们完全没联络 我没有一天不掉泪 我找每一位朋友 狂打电话 打咯 玩SIMS4 是什么啊 SIMS4 模拟市民室 你也曾经沉溺过呀 饥荒 饥荒也是一个游戏是不是 这我不知道 Overcooked 忙戏上活动 招暑期打工 可是我一想到她就觉得 我胸闷 我喘不过气 我原本现在很独立的 大概是第一次 在爸妈面前哭 上次是国小以后 现在身体开始有些状况 一个辅大医职女的身体 身体的身 怎么可能会显成 生命的身呢 还是这是一个 生命的体验出了状况 有可能 自律神经 内分泌失调 贫血更严重 找心理资商 不确定有没有用 我想资商师 大概是最能听懂 我想法的人吧 但比起理解 我更想要做的是 把我的眼泪止住 还有心痛的特效药 但我妈不想让我吃药 我也不想让他们担心 所以就没去身心科了 但之后不行的话 我还是会去看啦 也不是第一次被甩了 怎么这么痛啊 我还是吃得下了 但捡了五公斤是好事吗 资商师说 我这种突然断掉的感情 是会要命的 资商师讲话 会这样讲吗 蛮夸张的啊 这位资商师 可能到三十岁 都会应付不来 Shit 我才十八 要我命的这种鸟事 分手两天前 他才说要 买乌沈玉琳嘛 你这种要 突然断掉感情 是要命的 莫名被抽到校学 他说他要载我出去 然后我们要一起吃饭 我们一起追剧 我们讨论喜欢的饮料店 我们都最喜欢喝 五十兰 靠烂豆了 全台湾有多少人 爱喝五十兰啊 Oh my god 我就像是卡住了我 我不能往前 我有时候真的很想就这样走掉了 反正人生没有意义 哇 我跟你说 经过上一段感情 我不敢再轻易付出了 刚脚往的时候 我还很认真地说过 我现在还不爱你 哼 不喜欢我 你早说 为什么等我用真心 给爱你的时候 才把我推开 还有玛丽 我不给你一百块 你可以帮我加油吗 我的胜利都住状况 真的是会要命的 真的耶 但你这封信 我希望可以救到其他人啦 当然 我要你救我 不是要我救其他人 你懂不懂 好好好 救你救你 救其他人也救你 但这封信 这个庶民是什么时候啊 2021年7月9号 所以现在已经过了 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了嘛 你应该已经好了吧 你现在还想要死的话 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点久 有点害羞 我现在听到 我觉得害羞 哈哈哈哈 但有一个很值得 我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很多时候 我不想用性别讲 可是大部分我遇到是这个样子 女生到分一开始不会太投入 然后是 慢慢被追求了 被宠了 被宠了以后 然后就开始越来越放心 越来越放心 然后当女生真的投入的时候 男生突然觉得 好了满足了 到了可以了 OK了 Mission clear 这个人对我交心啦 哎呀这个任务啊 破关啦破关 不我要玩其他游戏了 再见 就常常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呢 就也不是说 一直都不要同意 或是一直都不要放行 而是早一点辨认出那个人是不是来破关的吧 就是会破关的人 他本来就会用这种方式在对待感情啊 对啊 无关乎你自己怎么样去做 不是说那我就管理他 我让他更难得手 不是啦 我让他一直无法得手 那其实这个伤害倒是你 因为你没有办法 坦诚的 用真诚的方式跟人家相处啦 所以 好好的辨认人吧 辨认男人 辨认女人 就是遇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哦这种人啊 哎 离他远一点 今天的马克心香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试人 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周四再见 拜拜